經典外型 最新發表的iPhone7跟i6差異不大 五種顏色從玫瑰晶到金銀黑 及鑰匙黑 不過最大改變 除了防潑水 3.5厘米耳機孔將正式消失 有點麻煩吧 怎麼說 就是還要再另外再戴 我覺得耳機這樣直接擦會比較方便 發表會裡面出現的耳機都是 不是他自家的 就是他投資的耳機商 所以變成一些配件商在做的時候 他只能因應類似的規格 消費者可能在使用上還是要去習慣他 否則的話大家會覺得這個是一個 好像比較不好的功能 改為無線耳機並且配合晶片 未來iPhone耳機價格恐怕將大幅提升 而改版另一大賣點還有相機畫素提升 尤其i7 Plus還多加了雙鏡頭功能 原本的前鏡頭的畫素都比較低 所以應該算是有部分會care 照相功能的人會考慮吧 他是說可以媲美所謂的擔言 但我是覺得他有時候的一些成像 畢竟還是要看我們消費者使用習慣 看準容量16G CP值並不高 i7將直接從32G起跳到128 256G 不過價格也跟著一飛沖天 空機價從25000到32500 Plus最高則喊到33690 三大電信公司資費延到下週才公布 改版年代調高價格 i7革命夠不夠價值 專家國民 看法兩極 記得林英偉 李沛宣 台北報導